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從這個數位的規格直接解除這個 其實還滿複雜的 還滿困難的 很難做 於是面對這種問題 後來發展出一種技巧是 這個是數位的 我們先考慮類比的 我們先來設計類比的律佛器 然後再從類比轉到數位 那為什麼設計類比律佛器比較容易呢 因為設計類比律佛器 它的歷史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了 很久 我給你一個類比的規格 給你類比的規格 然後要你解除類比的律佛器 這個是容易的 它有標準的這個作業流程 很容易從這裡到這裡 那解除這個之後 再用一些方法轉到這裡 這樣子就起出來 所以怎麼樣設計數位律佛器呢 它的流程基本上是這樣 我現在給你 給你這個數位的律佛器的規格 因為你最終目標是要算數位律佛器的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數位的規格 譬如說是洛克斯第二的長這樣子 那第一步呢 就是我們把它轉成類比的規格 這裡是這一種Omega 然後這個是這種 從數位的規格就是你的需求對不對 你的需求先把它轉成類比 然後有了類比規格 再求這個類比的這個系統的Transfer方式 那再把這個Transfer方式再轉到數位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步驟是這樣 那講了半天各位一定會覺得 從這裡到這裡真的很簡單嗎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來跟大家說明的 我怎麼樣從類比的規格 求出類比的律佛器來 為什麼說類比的律佛器 它已經行之有年 它的設計過程已經標準化了 最主要就是有一些典型的律佛器 第一種最基本的叫做巴托波斯第二種 所以這個是類比的 這是類比的律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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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邊用Omega軸 然後這邊 我這邊用Omega軸 我這邊寫一個C 代表它是Continuous 然後這個J Omega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它是一個平滑的形狀 那麼它的數學式子長這樣 我們是定義它的絕對值的平方 是一個這樣子的式子 1加J Omega 所以J Omega C 然後2N 是一個這樣子的數學式子 這個數學式子裡面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Omega C 一個是N 一個是N 各位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J不約掉 我們之所以把它保留 是因為 因為這個J Omega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取代掉 讓它變成HcS 這個是Laplace Transform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寫成Laplace Transform 這個S等於J Omega 所以我們留這個J Omega在那邊 然後如果我要把它取代成S的時候 就直接把這裡寫進來 因為你把它約掉的話 我如果要寫成Laplace Transform 就看不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它留整 大家先接受一下 我們先看這裡有一個參數N 這個N呢 它會決定你的 這個Low Pass Guilt 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這三種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比較優對不對 它比較像Low Pass Guilt 比較像直角 這個比較差 這個更差 這個就是由N在控制的 這個N如果小的話就是這一種 N如果大的話它就這一種 控制它的斗或者是平緩 就是由這個N在控制的N 那這個N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Order 接數 你N越大代表你的預波器越複雜 什麼叫越複雜呢 就是它的 它最後 譬如說它寫成這個 Laplace Transform 這種 它可能是S平方加什麼 6S加8 這是二次 那如果它是三次方 就會更複雜 對不對 那如果更多次方 就又更複雜 那這個四方的數呢 就會跟這個N有關 那個N是在決定你的 濾波器它的接數 複雜程度 那當然一個越複雜的濾波器 它表現一定是越接近理想的 一定越好 你如果只有一接 譬如說只有什麼S減三分之一 這個做出來一定不像低銅魚波器 對不對 接數太差的話 它可能就很平緩 它根本不像低銅魚波器 所以N是來控制你的 它的這個抖部平緩的程度 這是N 另外它有一個Omc 這個Omc 它是一個結子頻率 它的意義是說 我從這裡到這裡的那個衰減量 衰減到3dB 這邊是0dB 最高的地方 因為它是E嘛 E take log N0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0dB 然後這邊比它小 就是 小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3dB 其實它是什麼 根號二分之一 然後你把它take log 以10為bass 然後 乘以20 你一般都以dB來當作它的衰減量單位 比較習慣 當然你用線性度 線性的那個刻度也可以 只是說常常有時候我們看到多少dB 你要知道說它其實是 就是 某個東西 take log之後 乘以20 得來的 這個東西你把它算出來就是 大概貼近3 負3 這樣子的值 那麼 omega c 就是你訊號衰減到原來的根號 二分之一這一個量 就相當於13dB 你電路裡面有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應該沒問題 所以bass was given 它是兩個參數 一個n 一個omega c 來控制它的這個形狀 好 形狀越陡當然是越好 但是你 你的濾波器就會越複雜 OK 好 那麼我們說 設計低通的濾波器呢 其實最後目標呢 是要解出這一個東西 解出這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是 開斗面的這個 經過lapass transform 得到的 lapass transform 有沒有忘記 我再複習一下 就是開斗面的 乘上esponential負的st 然後對時間積分 這樣子算了對不對 那如果 譬如說 這個如果是esponential at ut 那它就會是 從0開始 就是0到無限大 然後就是exponential a t 乘以exponential負 s t d t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 它就會變成是 這個 exponential a-s t 然後7分 a-s分之1 然後0到無限大 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它是 這樣子的 來7分 反過來 s-a 1 好 那你-現在帶進去 就是底 0帶進去 就是1 所以是負的 所以原來 s-a分之1 這是lapass transform OK 那如果沒有這項 如果今天這一個是 ut 那也就是說 這個a等於0 那麼它就變成s分之1 這是lapass transform 那麼設計一個 對比的濾波器 其實目標就是要 除解這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 Badwells filter 它所定義的 這個filter 它的參數是這個式子所描述的 那這個式子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如果把J omega取代成s 這個式子相當於hc 乘上hc負s 它等於1加 這邊就被取代成s 然後除以J omega c 2n 就是一個這樣的式子 OK 這個式子啊 我們現在如果要來 考慮 它的幾點 這個式子它的幾點 幾點是多少 我要求它的幾點 就是我令這個地方等於0 就可以讓這個變無限大 對不對 然後再去求解s 對不對 所以它的幾點 是 是這個東西的根 這個東西 它等於0 它的根 就是這個乘以這個的幾點 對吧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為什麼我要求幾點 我現在令啦 我現在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式子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啊 就很像說 負力的轉換 負力的轉換 它是這樣子寫 好 這是負力的轉換對不對 那我只要立 s等於J omega 那麼它就變成hc s等於1 那這個式子就是lapos transform 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 做這樣子的 那個 用變速變換之後來看待這個式子 它就變成這樣 它這個式子其實就是lapos transform 對啊 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有這個式子啊 然後我想把這個式子改寫成 lapos transform的形式 用lapos transform的參數來表示 好 所以我這樣 做變速變換 OK 所以我現在有這個東西 那我想要求這個東西它的極點 為什麼我要求極點呢 就是你看喔 剛剛我用這個例子嘛 如果 你現在開dome這個等於這個 經過lapos transform 它變成這樣子 那它的極點在哪裡 就是s等於a對不對 這是它的極點 那反過來 假如你知道極點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這個長了什麼樣子 它就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求它的極點 你就可以反推回來 它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憑著極點去組合出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來求求看它的極點是多少 所以我令它的分母為0 就會讓它變成無限大 然後我去解這個s OK 所以我現在要解這個s 這個s除以j omega c 2n 等於-1 -1 我可以把它寫成 its ponential j pi 或者是-j pi 對不對 都可以 然後加上2k pi k等於1 2 加上2k pi它還是一樣的-1 對不對 好 它的2n次方點它 所以s除以j omega c等於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除以2n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就代表什麼 k等於0 1 2 其實到2n-1 總共有2n的根 這個s它有2n的根 對不對 因為它是2n次方 所以 假設說它有2n的根 對於這樣的一個方程式來說 有2n的根 然後我們把這個j omega c把它搬過去 所以這個s 我這裡就可以寫成s k dk的根 就是j omega c乘上這個東西 這個可以 然後這個j j會點多少 它是exponential j 2分之pi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也把它定到這邊來 它會等於 它會等於 omega c乘以exponential j 這個2分之pi 然後這裡是2n分之 我這個pi也可以提出來 我把這個pi提出來 -1加2k然後pi 所以這個2分之pi 如果我把它乘以n 就是2n分之pi 然後再跟這裡合併 它會變成2k加n-1pi 然後再跟這裡合併 除以2n 對 會變成這個式子 ok 等於0 1 2 到2n-1 這個乘以這個它的極點 會在這個地方 ok 它極點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裡面 n跟omega c 如果given的話 k等於0到2n-1 你把它帶進去 每帶入一個 它就有一個根 總共有2n的根 2n的根 那我問大家 2n的根是 他乘以他 其中 表示說 會有n的根屬於他 另外n的根屬於他 對不對 因為兩個相乘嘛 兩個相乘 總共有2n的根 大概一人一半嘛 對不對 一人一半 有時候有n的根是他人 另外n的根是他人 那其實我們只要 他的n的根 就可以組合出這個 對不對 另外那一半 n的呢 是他的這個 我們不用管他 但是問題是 這 裡面2n的 哪n的是屬於他呢 好 這個問題 大家 了解嗎 2n的根 裡面 或者2n的基點裡面 有n的是屬於他 有另外2n的是屬於他 但是我們只要他 這2n的 要來組合出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找哪n的是屬於他的 答案是這樣 假如 HCS 它這n的根 必須要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 左半邊 S它本身是一個負數 如果說我們以 十步虛步來看 十步虛步 來畫出S的一個平面圖的話 它的根必須要在左半平面 比如說這一種 才能讓這個東西是穩定的 還記不記得我們講過這個數位的 這個東西 如果它要穩定的話 會滿足什麼條件 還記得吧 其中考前 如果這個是Sable的 看來我們其中考範圍應該要包括其中考的 從第1章開始考 這樣大家才觀念會比較清楚 如果是數位的系統 它的這個系統如果是穩定的話 我們說它的收斂範圍ROC必須要包括單位圓 這是單位圓 它的收斂範圍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這樣包括單位圓 還有另外一種 這是單位圓 另外一種是這樣子 然後包括單位圓 這是圓以內 所以它是NunColor 但是它包括單位圓 所以它Stable 那這一種它是圓以外 所以它是Color 然後又包括單位圓 所以它是Color and Stable 記得吧 所以以前我們講說數位系統 如果它是Stable 它的收斂範圍 它必須包括單位圓 那現在是類比系統 類比系統 如果它是Stable 它在S-Plane上面 要怎麼樣呢 答案是 它的極點必須錄在主辦平面 必須這樣子 它的極點呢 可能錄在這裡 錄在這裡或錄在這裡都可以 只要錄在這邊就可以穩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從 把它插掉 我簡單的說明 剛剛不是講說 Exponential A T U T 它的Laplace Transform 會是什麼 S-A分之1 對不對 好 你看 這個東西 它是HCT 你看你懂得是這樣 如果它是穩定的話 同樣的 它的這個東西 積分 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必須要小的無限大 這樣才是穩定 就很像數位 用S-H 沒加小的無限大一樣 類比的就是積分 它必須要小的無限大 才會穩定 那這個東西 如果把它揭分到小的無限大 怎麼樣才能保證很小的無限大呢 就是你這個A 如果是負的 A小於定 如果是負的 它積分一定沒問題 一定小的無限大 對不對 所以負的你一定越來越小嘛 越來越小 最後就收眼了 那負的你看 這個負的 是不是都在左半平面 這個左半平面就是它十步是負的 對不對 如果它今天是正的的話 它就有危險 因為它積分出來 可能就變無限大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 可以嗎 有聽懂嗎 看起來好像很無辜的樣子 這樣大家有沒有問題 落在左半平面的那一種極點 你看你這個A 這是極點嘛 對不對 這一個式子 它的lapost transform是它 那極點在A 那這個A 它的角色是這個exponential的這個東西 對不對 如果這個積分要小於無限大 那你這個A就要是負的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極點必須是負的 負的就是在這個左半平面 極點在左半平面 這個系統才會穩定 這是類型系統它的要求 極點都在左半平面 這個系統才會穩定 於是我們剛剛解 這個乘以這個總共有2n個極點 其中有n個是屬於它的 你必須去找那個n個極點 它落在左半平面 表示說它的十步必須是負的 所以你看喔 現在用這個式子去求解 求解這個s 算出來這個s 你算出來這個s 它可能是一個負數 譬如說是負的3.2 加5.6j 那也有可能是3.2加5.6j 那這時候你就要檢查 如果它這裡是負的 那表示說這種起點是要回給它 那如果這裡是正的你就要回給它 因為負的你給它 它最後才會變成是穩定的 因為穩定的系統它在極點 要落在左半平面才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這樣子的圖 然後有這個式子 然後知道它的根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來設計類比綠合器 好 我們來算一個例子 好 平常有一個這樣的例題 所以我現在給你一個類比的規格 這是一個Butter Wars Theater 它長這樣 然後我告訴你 在0.2拍的地方 只能衰減 好 衰減 多少db 我忘記了 好 如果說 線性刻度是0.89125 這個我忘記是多少db 然後另外在0.3拍的地方 它這個地方是0.17783 好 我給你一個這樣子的規格 然後要你求出它的這個 求出這個就是算 類比綠合器設計完成的 好 怎麼樣從這裡到這裡呢 好 這時候你就 把這個式子套到 把那張圖套到這個式子裡面來 第一個你把0.2拍帶進去那個jω 所以 1加j0.2拍 除以jω7 2n次方 分之1 要等於 這個0.89125的平方 可以嗎 可以嗎 把0.2拍這一個ω 你把它帶進來這裡 那它是 這個東西絕對值的平方對不對 就是這個平方 那同樣你把0.3拍也把它帶進去 應該要等於0.17783的平方 那於是你現在有兩個變數 我們也把c跟n兩個方乘4 所以你可以解連列一方乘4 這個要怎麼解比較好 就是第一次除以第二次嘛 就1除以2 1除以2就會 你先把它倒數 但是也沒關係1除以2就會變成 先把它倒數 不然我先告訴各位觀念就好了 你去解ωc 還有n 反應已經解得出來了嘛對不對 但是你要注意 這個n你求出來會是一個 好像是5點多吧 假設是5點多 那麼n我們一般都會取一個整數 比它大的整數 譬如說我們取n.6 為什麼要取比它大呢 因為剛剛講說n代表接數 你n越大它就會越抖對不對 n越小它就越平緩 那我可不可以取比它小呢 比它小你就越平緩 就不符合你的規格嘛 你寧願超規格 也不要說未達規格 了解嗎 譬如說以後各位上班 老闆叫你7點要到公司 你可以6點半到公司 但是你絕對不能7點5分到 對不對 你要 一定要比它要求還要更 不是剛好嘛 一定要比它要求還要更 表現更好嘛 所以你要取n.6 那取n.6 然後你再去 帶進去去求解ωc 把它解出來 那有了n跟ωc 你就可以帶進去這個式子裡面來 然後n從 在這個k 現在n到6嘛 就是0 1 2 3 4 5 6 分別帶進去 這個k 那你就會有6個根對不對 有6個根 你要全部把它算出來 那每一個根都是負數的 然後你再找其中3個根 它是十不為負的 它就可以落在左邊的平面 靠這3個根 把它兜出來 最後你的 就是說你有3個根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s-sk A 然後把它連成起來 這很難寫 小明明 就是 連成那些 在左半平面的那些根 把它連成起來 各位看得懂這個符號 大寫的p 大寫的sigma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smation的意思對不對 smation A Ai i i從1到n 它的意思是 a1加a2 一直加到an對不對 那如果這裡寫大寫的pi i等於1到n 那就是連成 a1乘以a2 連成 這個大寫的pi代表poda poda就是連成的意思 我把這些根連成起來 那就可以組成這一個 這樣了解嗎 但還不只是這樣 這個還要再考慮一個因素 不過我想說先讓大家知道一下觀念就好了 下一次我們再 再算一下 下一次我們把它算出來 然後 因為它還要有一個係數 這樣OK嗎 各位回想一下我今天講的什麼東西 我們要設計一個數位濾波器 但是我們其實是從類比濾波器 那邊先左手 一旦設計出類比之後再把它轉過去 我們走的這個設計的路線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怎麼設計這類比濾波器呢 就是給你一個類比濾波器的規格 假設這個濾波器我們使用button wall sphere 那我們就是可以透過它這一個 這一個式子 就是說可以解除它的極點 解除它的極點就可以兜出它的那個transfer function 然後再進去 那這個極點其實是根據裡面 Omega c還有n這兩個參數來 表示出來的 那Omega c跟n要根據你的規格 然後帶到one wall sphere的數學式子 然後下去求解 大致上是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各位先有一些概念就好 我們一步一步的就是會 不斷地重複去告訴你 這裡面的過程 那大家就會比較習慣 好 好有沒有問題 我們下課 沒有問題我們下課